然后HONOR就送了一架手机给我 HONOR 9X 我就分享给你们知道我平常工作上会用的一些Apps 比如就是这样啦 这28天内你的post就是有去到1.7M的人 其实YouTube就不是只是看view 它最重要的地方就是watch time 哈啰大家好我是伟红 大家对YouTuber的一天是不是有一点点好奇叻 没有没 真的是没有没 没有也看一下啦 哈哈哈哈 这样我们就是干脆行啦 现在我们就去吃个东西先 回到后来就正式开始我们的一天啦 因为今天就是有要上影片了 就让你们看看我的工作一整天是怎样的啦 别也信 通我啦 无私这些东西啦 因为已经很多天我们都没有收拾了 家里现在是有一点点乱的 正常的正常的 要站不暖 哪有起家呢 早餐是一个美好的开始 ok吃饭 现在我们就改变放完了 因为本来想去吃那个板面 但是那个板面就卖完了 我们是有一点吃啦 已经吃一点了 所以现在我们就买鸡饭了 就打包回去吃了 哎呀 ok吃饭 嗯 ok就饮饱成醉啦 现在已经是12点多 这样搞一搞就12点多了啦 本来阿欣不在呢 可能就早一点点 她放学了就去她外婆那边嘛 但是她外婆就 抛弃了她 哈哈哈哈哈哈 不要她了 不要她了 就去新加坡了 太烦了 所以现在放 哈哈哈哈哈哈 所以现在放假叻 她就跟着我们两个啦 然后今天我们是要上这个片了 我还差一点点 还没有做好 哦 是的 大家记得吗 上次我不是有讲 我的手机就是坏了的吗 然后HONOR就送了一架手机给我 HONOR 9X 哎没有想到叻 就是蛮开心的咯 就是收到电话 这一架就是新推出的 然后我也只是用了一天两天罢了 SIM卡都还没有放 只是到乐了一些我平常会用的APP罢了 可能HONOR就知道 那我需要把红包钱了 所以就让我业配一下啦 啊 开心 SARAHE 哈哈哈哈 我搞糟 等一下先 就容许我为你们介绍这一架手机啦 像这一架手机 它就是全面屏的 然后它前面的camera 就是这样弹出色的啦 你害到我啊 真的啦 据说它的前camera 还可以打和15kg的重量 整个iPhone可以吊起来哦 有么 给我找机会测试看看先这个 它的主相机就有4800megapixel 然后是triple AI camera的 拍起来就可以开到美颜搞搞啦 像我就蛮需要啦 哈哈 这一架手机的它就是6GB RAM 还有128GB ROM 电池也是大电池 有4000mAh 这样今天呢我就会分享下 平常我的手机里面是有什么APP 帮助我们工作的一些APP 这架手机我选的颜色就是黑色 它还有一个颜色就是蓝色的 那个其实也是蛮美的 只是我就不是那么喜欢 很sharp一下 后面还有一个X字的 你一笑时常讲我 它姓美等于某颜色 你叫黑 但是我是很喜欢黑色啊 应该有人是跟我一样的是吗 像它这一架手机的屏幕就是很大啦 就是全面屏的 我个人就是很喜欢全面屏的手机 就不会有刘海这样挡着 这一架手机市面上是卖着999的 我觉得还不错啦 这个价钱有这样的配置 这一架就偏像是日常生活这样 就好像我这类型这样啦 因为我现在就很少玩game 就是偶尔玩玩game 就用来看影片啊 可能就拍下照啊 你这类型很赶我呢 哈哈哈哈 你等一下敢撂我 我一笑 反映不雷 或者也适合买给小孩使用啦 因为就不会太贵 然后配置也是蛮不错的 只是有一个缺点 我觉得就是蛮可惜的 就是它连不到5G的WiFi 因为我家里就是有300Mbps的网速嘛 这架手机能去到的速度就是 40多Mbps到60Mbps之间啦 所以这个就可惜一点点啦 不过也是足够用了 只是我就想要再快啦 这个是一定的嘛 快也好 像以1000块的手机来讲 有这样的配置也是蛮不错啦 现在我就分享给你们知道 我平常工作上会用的一些Apps 主要就是这几个啦 Facebook啦 Messenger 主页管理 主页管理哦 它就是能看你Facebook page的一些资料啊 这个也是蛮重要的一个Apps来的 因为一时我们就要看这些数据啊 来调整自己的上传时间啊 或者做的主题啊这样的 如果你看不到这些数据的话 你就不知道观众喜不喜欢这个video 我开给大家看一下啦 虽然有些东西是不方便给大家看的 看哪一些能给大家看的 比如就是这样啦 这28天内你的post就是有去到1.7M的人 engagement这个是互动率啊 然后还有几多个人like了你的page 然后还有这些咯 就是这样的一些数据啦 这是我一定会用到的 再来这个是YouTube啦 YouTube不用讲啦 但是这个叻 可能一些人就不怎样知道啦 这个就是YouTube Studio 和刚才的那个主页观影是差不多的 可以开一个给你们看 能开的我尽量开啦 因为一些就不方便给大家看啦 比如是这个啦 我们开箱抖音爆红的物品 OK它就是有18万个view 还有4000多个like 100多个dislike 然后它的平均观看时间 然后还有观看时长 就是总数人家看了你几多分钟 这些数据就是很重要 其实YouTube就不是只是看view而已 它最重要的地方就是watch time 就是人家看你的时间越长 可能YouTube的系统就比较推你的影片 推你的频道这样 所以我们就尽量去做有信念的影片 诶好像这个开箱抖音这个主题不错 我们就可以继续往这方面走 因为这些他不懂 平常就不学 这些都是我一个人做完了 所以你就需要这些apps来帮你观察这些数据 对 没错 就是这样 你全都不激 然后他也是可以看留言的 这是我频道唯一一个可以留言的影片 然后你能看到我的留言就是000的 YouTube关联我的留言 想上 没有办法啦 不然怎样 其实我来来去去都是那个散家app Facebook YouTube Instagram 哈哈哈哈 这样它这些都是有关联的 比如说啦 Instagram就是有setup嘛 大家知道吗 就是拉上去能看你的影片 或者去到某一个网站 这样叫人去看有什么作用呢 如果是你的观众都会去看的嘛 是这样的 如果YouTube啦 在第一时间就是很多人涌进去看这个影片的话 可能他的系统就会判断 一个video好耶哦 他就会比较推这个影片 所以你会看到为什么很多YouTuber 我上了新影片啊 Shit up Shit up 记得看这个影片 就是这样的原因啊 因为大家都不知道 如果知道就尴尬 哈哈哈哈 OK这样你们留言一下 你们是有在经营Facebook或者YouTube吗 你们知道这些app吗 在下面留言一下 如果都知道真的是很尴尬 诶 诶 虽然是这样说啦 可能一些观众不知道嘛 我就分享我工作的一些apps啦 最主要就是这个六个apps哦 大致上就是这些啦 我们给你们讲话都要本个中了 OK现在要开始做我的剪片 这一part我还差一点点罢了 然后还有 字幕锁图就搞定了 六点多的时候我们就要up loot到YouTube啦 都都可以赶 嘿嘿 剪辑最误分呢 我就刚刚搞定了 字幕也上好了 大概就是这样啦 这里就是字幕啦 这里是我剪的地方 OK 哈啰 大家好 我是萌萌萌 相信我们马来西亚很多都知道 星期三星期六星期的是什么日子 如果我们自己整理呢 Goodbye Aquik 通常我这样做完工会 我就要开始讲怎样做说图啊 做一个灰系 大家点进来的说图 其实说图和标题哦 真的是很重要 要如何引起大家的注意力 好奇心 你们才会点进来嘛 所以这一方面我也是蛮花时间去做 去想的 这样如果一次我真的是想不到我就会滑滑Facebook 这样放松一下先 给自己有灵感一点 不要这样压力先 OK 现在大概想到了要怎样做 现在就开始做了 所以说的时间真的是过得很快啊 做一做那个锁图 然后又到三点了 这个就是我的锁图了 应该有人会按进去的哦 哈哈哈哈 其实我也不懂 突然看到我的相机就想起一个点 如果你们没有买相机 但是又想拍摄的话 你就选一架手机 录影是有防手震的 好像这一架Nine X 它就是有防手震的啦 因为如果你没有防手抖的话 会很头晕一下的 你的手一定会有一点震动的嘛 变成你的影片哦 这两边就会一直晃 很头晕一下 就给大家参考一下啦 OK 现在我就去吃个午餐啦 已经三点多了呦 因为等一下要上片咯 我们就到附近的麦当劳 随便吃吃就算啦 阿麦 嘿嘿嘿嘿 你终于吃什么 终于 终于 OK 现在我们就输出那个影片 这个步骤就等还蛮久的 大概就是要三十分钟左右吧 如果你是用好一点的电脑的话 就比较快 只是我的电脑就是蛮普通的 不是什么超级电脑 所以就要等蛮久了 我们就是有时间没有全 哈哈哈哈 在这等 干爹可以多多来找我 这样 嘿嘿 这样嘿一嘿的时候呢 我们就会看一下手机啦 看一下有什么影片啊 可能会刷到你的题材一样咯 吴京吴角已经来到6点15分了 现在我就是上传这个影片啦 我这个影片大概是要1GB左右 它上传时间就是3分钟了 所以这个玩数也是很重要的一款 OK 像现在已经是到了6点47分了 我们就要开始我们的后续动作 其实上片的步骤还蛮多一下的 我们也是有上Facebook的嘛 所以现在就要上Facebook的影片咯 因为它上到来应该是差不多时间了 OK 现在我们YouTube已经准备好 然后Facebook也是准备好 然后IG这里也是要换啦 就是BIO那边也是要换 所以就是很多东西要做一下的 然后现在就到手机啦 大概就是这样啦 这样就做好我们的等下的Story啦 放这些 还有5分钟 所以很多东西都是我一个人在处理不了 姨姨就帮忙做家里的东西啦 嘎嘎 再多一下我的工作就能settle了 太开心了 我这辣妹的几晨 首先我们就发布YouTube的 OK 发布了 然后我们就要post story Story 然后就到IG的profile给它sumit 搞定了 然后到Facebook啦 OK 这样我们的工作就完成啦 你们这样看下去啦 一整天你们的感觉是怎样呢 这个工作是非常的轻松 还是很无聊 一直作战到明白了 这个已经是完成的阶段了 如果还没有完成的阶段 你看我一整天都是坐在电脑前面 你们今天所看的啦 是我最后30%的工作量罢了 所以说你们在影片上看我们就是很好玩这样 其实它后面工作就是有一大堆 那边就真的不好玩了 拍摄当下真的是好玩 带着未知的心情去体验新的东西 如果你们真的有兴趣做YouTuber的话 可能不要想到太美好啦 这样这一架手机啦 从今天早上我是100% 可能用到来今天看戏一个小时左右耍费 现在还有79% 它的续航能力就是还蛮不错 这样以这个价钱的手机来讲 它就蛮实惠的 所以说我们选手机不是需要多贵多贵 而是在你生活啊工作上面啊 有帮助的就可以了 听讲它的night mode也是不错一下的 我们去试试看 现在环境就是蛮黑的啦 好像我相机也看不清楚那个树的细节 所以现在我们就拍夜景模式 少整点吗 好像天亮这样 还蛮不错哦 树的细节那些看到 这样这个夜景模式就是大概大概是给大家看罢了啦 也去我的FB和IG看看啦 这样我们下个影片再见 Bye 希望没有闷到你们啦 还蛮闷的就是看我 YouTuber的生活 别的YouTuber我不懂啦 我是蛮闲一下啦 拍片剪片拍片剪片 就是这样 我现在老婆都没朋友 我有抽时间陪我老婆的 OK吗 有啊 有啊 ISUTA 这就是某类银行吧 是